嘿!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是哲敏Vlog第五集 国政这90年代每一次到大选的时候就答应要在金宝建南北大道出口 但是大选前做出的承诺大选后却不见中赢 金宝的南北大道出口到今天依然都是指纹楼梯想不见人下来 国政马华在2018年大选的时候也做出竞选宣言说 在金宝大道建南北大道出口 我们今天就来探讨到底在金宝建南北大道出口是不是真的可行 各位朋友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位于Sahome的原本国政建议的南北大道出口的地点 为什么国政会把这个南北大道出口建议在这个地方呢 假如你看一下谷歌地图 位于金宝跟南北大道之间呢隔着一座山 而隔着这座山呢基本上是不可能通过这个山炸开建一个隧道 假如要从这座山里面炸开建一道隧道通到南北大道出口的话 涉及的成本会是非常的昂贵 所以当时呢国政就建议说要在Sahome建这个南北大道出口 但是在Sahome建南北大道出口有什么问题呢 假如我们根据谷歌地图从金宝市区来到Sahome的这个地点 距离大概是15公里耗时20分钟 但是从金宝市区去到雾边的这个出口呢 这个出口已经是建好的 在雾边的出口 涉及的距离是17公里 但是时间接近也是20分钟 因为呢位于Sahome的这个地点 这个是一条比较较小的道路 而且是弯弯区区 所以虽然它是比较短 省了两个公里 但是它耗的时间也是差不多一样 所以假如国政要在这里建南北大道出口 基本上它没有那个经济效应 在这里建南北大道出口有什么问题呢 驾驶人士假如要行驶15公里来到这里 而且还要付过路费 为什么不直接驾车17公里到这个雾边的这个南北大道出口 那边反而不需要给过路费 但是我相信国政每一次到大选呢 也继续的会使用同样的诺言 欺骗大家的选票 或者是捞取大家的选票 所以聪明的你们在看过这一集的video后 这一次不要再受骗了 你看我身后的这一棵哦 这个这个这个其实就是榴莲树哦 可能我到下一次哦 我榴莲季节的时候再回来这个原住民村哦 拍一拍榴莲季节的时候这个结果的时候给大家看哦 这个状况应该会非常的壮观哦 那我们今天的既然都已经来到了Sahome了 那我就带大家到Sahome Valley Resort 它是一个度假村哦 非常有名的度假村哦 那看看那边的景色哦 听说是世外桃源哦 OK 我们现在进去这个Bambo Spa看一下 这个厕所像是巴黎党的这个度假处的 这个厕所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booking.com或者是agoda那边 查一查这个Sahome Valley Resort呢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哦 好的各位朋友那我们的景片呢今天就到此为止哦